诸位全球云端共修的学员大家好 我们今天是第25卷十回相品 延续着昨天我们所了解的十回相 这是教我们如何发大愿 有了不可思议的大愿 就能够救度一切众生 所以我们要学习佛陀教我们的回相 从救护一切众生离众生向回向 乃至于到第十入法界无量回向 总共有十个修行的法门 在这个十回相品里面 师父有一个心得 就是佛菩萨的回向 比我们一般人所想象的回向 实在是超过千万亿倍 为什么因为他想得非常的周到 那以我们今天从第五 无尽功德仗回向到第六 入一切平等善根回向 这两个回向里面呢 特别容易让我们感受到 佛陀的慈悲和佛德的深远 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们来看第五 无尽功德仗回向 我们一般想到回向 就是要回向给一切众生 那也要回向到哪里去呢 一切众生都要成佛 那乃至于这个哪个地方有佛菩萨 我们就要去听法 要去护持 可是我们只有想到 是属于消费者的角度 我们要消费佛法 我们要学习佛法 我们要享受佛法 但是到了第五 无尽功德仗回向 他提到 谁来提供这个服务呢 所以呢 什么叫做 菩萨摩和萨 无尽功德仗回向 师父对这个回向的理解 就是 它是一个菩萨制造的概念 要制造菩萨 制造什么菩萨 因为一切的众生啊 他需要佛法 可是谁来提供佛法呢 所以我们觉得 佛法很重要的一切大众 就要发起一个回向心 回向给自己的 所有的善根福德 让自己成为传播佛法的人 所以这个菩萨呢 一开始就以 掺除礼敬 劝请 乃至于随喜 这四个法门 为修行的根本 掺除业障 礼敬诸佛 劝请诸佛说法 随喜所有诸大善知识的修行 乃至于发心 那有了这四个基础呢 我们就能够成就善根 能够让菩萨 所有的发心 所有的用功 所有的愿力 都能够圆满 希望啊 四身久有 同登 滑上玄门 所有的众生 都要去 一切的佛国 净土 那么 我们要完成 这样子的工作 这样子的任务呢 就必须要 有一个计划 什么样子的计划 希望所有的众生 都能够呢 到庄严的国土 去用功 去精进 甚至于 把所有世界 变成庄严的佛土 最积极的做法 就是我们要组织 一个团队 我们要联合 诸大菩萨 以发心者 来 一起来 共同投入 为发心者 我们要劝请发心 所以这个呢 就是 菩萨摩赫萨 用这样子的善根 来回向 希望所有的 清静庄严的国土呢 都能够 充满了 一切的菩萨 那一切的菩萨 充满 这是什么概念 是从外星球 引进 新著名吗 那不是 那所以呢 菩萨摩赫萨呢 在这个地方 愿我所修 一切佛刹 诸大菩萨 皆兮充满 我们大部分的人 看到这一段呢 大概想象啊 就是我一直祈求 佛菩萨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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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诸佛菩萨 的确他来了 但是呢 我们还要知道 那怎么样 能够真正的 让这个世界 到处都是菩萨呢 所以要怎么样 制造菩萨 这是我们现在呢 要从源头 开始来了解 那这些菩萨呢 都很慈悲 而且很有智慧 那这个智慧 通达了之后 就能够 普度众生 所以我们来看 与其我们等着 佛菩萨来救我们 我们在这个地方啊 就要学习 如何制造菩萨 那制造菩萨 如果学习了 这个方法了之后 我们自己就把 可以把自己 提拔成为菩萨 所以前面呢 我们讲 守我其谁 这个世界呢 即使没有任何人来发心 来支持 我们的这个菩萨事业 我们自己呢 还是要坚持下去 所以要让这一切世界呢 早日成为庄严的净土 最重要的工作 在这个时候 在现在这个阶段 我们在受念华严经的时候 还要让自己呢 赶快提升 成为菩萨的层级 有计划的来训练 栽培自己 让自己成为菩萨的一员 为佛法所用 为众生服务 所以这个菩萨呢 要舍离痴念 乃至于念佛 念法 念身 有了这个十种 具足的清净善念 清净的正念 那这样子呢 就可以让菩萨充满歧土 所以我们现在呢 全球的用功 每天都要上来 做在职净修 那在职净修 什么在职 菩萨在职 所以我们每天呢 都要上线 来精进 来用功 为了就是 第一 我们自己呢 要精进 要克服自己的懈怠心 第二 我们的智慧 还不够 那有时候呢 遇到身边 有人需要的时候 我们知道佛法很好 可是讲不出个两句 就辞穷了 要不然呢 就乱讲一通 照自己的我执意识 来错误的引导 所以呢 最快的当务之急 我们最快的训练呢 那不是叫他来台湾找师傅 而是呢 你自己赶快了 每天上线 来在职净修 精进用功 如是菩萨 可以充满歧土 充满在这个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 所以呢 我们在供修的时候 要有一种使命感 我们今天来用功 你不是为了一个 自己来用功 你是派代表来用功 我们想想看 每一个家庭里面呢 有十个成员 这十个成员里面 有没有十个成员都上线啊 没有 常常很孤独的 就只有那么一个 还很挣扎 很辛苦的 众人皆岁 我只好行 来听经文法 为的是什么 其实呢 我们不要觉得很怨念 为什么身边的人都不学佛 其实是因为自己有这个怨心 大家都不愿学佛 那我们呢 自己来做代表 就做那个唯一的 那个世界的代表 所以希望大众呢 有这种使命感 有这种精进心 那我们学好了之后 就可以帮助一切的众生 而且这是在整个华言计划里面 这个佛的计划呢 他已经告诉我们了 他的计划就是让这个世界 充满了一切的菩萨 那既然如此 我们是台湾菩萨的 其中一个代表 那我们就要更精进 更用功 来用这样子的心情来修行 菩萨摩赫萨如是回向时 修一切菩萨行 那于一念中 稀能周遍无量 菩萨 智力无量 了达一切诸佛境界 于一切佛得身性解 助无边至 菩提心力 而且这种智慧呢 就会出现了一句 这个华言经的名句 它会一直不断不断的出现 叫做广大如法界 就近如虚空 如果我们的菩提心力 如果我们的愿心 广大如法界 我们的无上菩提 就近如虚空 那么这个世界呢 就是充满了 无限的希望 乃至于要转成 庄严的华藏世界 是指日可待 所以我们要从自己做起 菩萨摩赫萨第五个 无尽功德障回向 简单一句话 就是制造菩萨 制造谁成为菩萨 制造我们自己成为菩萨 启发自己的无尽功德障 有了这种怨心之后呢 我们就会成就十种 无尽的宝藏 第一 你会非常多的机会 能够遇到佛 乃至于 在一毛孔当中 也能够见到一切的佛 第二 能够入法 无尽障 佛陀所说的法 你都听得懂 而且呢 对佛法 是很能够相应 很能够吸收 第三 你还会记得 所有学习过的 一切的教法 一切的清净的佛法 第四 成就的智慧 是非常明确的 叫做决定会 就是能够呢 很清楚的知道 自己所学到的是什么 而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 乱学一通 忙休瞎练 再来 你能够得到 生解义去 这个怨解如来 真实意 那真的我们就会 跟佛法相应 那成就了 无边的误解 乃至于 我们的福德 也会提升 成五境 那勇猛 智觉五境障 决定 辩才 五境障 甚至于到最后呢 就是成就 如来的实力 我们知道 如来的实力 就是一切智 一切智里面呢 圆满的智慧呢 我们就可以 广度众生 所以这十个呢 是我们在做这个 无尽功德仗 回向的时候 会成就的 这无尽的宝藏 那这是第五个 叫做无尽功德仗 回向 我们知道呢 佛陀他在 施设这个回向的时候 他教我们 第一个 你要发大怨心 然后你希望呢 能够成就 无上的菩提 这都是我们 平常 想得到的 但是到第五个呢 他画风一转 他说 你不是呢 每天都是 祈求人家来救你 你自己 要发心 成为 普度众生的 其中一份子 所以我们常常说 观世音菩萨的法门 千处祈求 千处印 我们是 被祈求的 那一个人 还是 永远都在祈求 佛菩萨 你在哪里 赶快来救我 的那一个 所以呢 你是救难队的 还是被救的 那个落难的难民 那就是我们的选择 那既然我们发心 读了华严经 甚至于还会带动 身边的人 一起来学习华严经 那表示呢 我们已经具足了 具备了救难队的 基本条件 就是你愿意 那既然愿意 我们每天就要 回向给自己 早日成佛 来成就我们的 无上功德跟智慧 好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呢 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 那第六个呢 在卷25的后半段呢 开始进入了一个 入一切平等善根回向 那这个回向呢 非常的详细 它横跨了从卷25到28 这么多 它到底在讲什么呢 那我们先开个头 因为明天开始呢 我们会有好几天 都在这个回向里面 那菩萨是很慈悲的 他怕我们这个回向 不够完整 然后也不知道呢 以为呢 回向就是 就是一定要诵经 才有办法回向 事实上呢 所有的一切功德 你都可以回向 甚至于你扫个地 走个路 乃至于起一个善宴 你就要停下来 回向给一切众生 只是我们不知道呢 这要怎么回向 所以这个地方呢 就先讲哦 什么叫做 随顺兼顾一切善根 有人说 诶明明刚刚讲 是入一切平等善根啊 怎么现在呢 与会变不一样了呢 其实呢 这个入的意思 就是随顺 平等的意思 就是兼顾 所以随顺兼顾 一切善根 就是入一切平等善根 它是同一词 那我们怎么样 能够入一切平等 来随顺 这一切的善根呢 那这个菩萨呢 他说 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发心 作为想要普度众生的人 你就可以成为大施主 假设你是帝王 你什么都能够给 那你想要给什么呢 所以这个地方呢 菩萨摩赫萨呢 就把自己当成是 世界上最有福报的人 安住如是 自在功德 就能够具足修行 一切布施 我们要布施 所有的东西 那有哪一些东西 可以布施呢 他就列举了 六十个 布施的项目 从饮食 车子 从你的家庭 乃至于你的力气 到最后还有高难度的 就是联夫顶法 头目脑髓 还有呢 这个最殊胜的 叫做法供养 乃至于各式各样的 他列举了六十种 布施的内容 来教我们 当你有这个机会 在布施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怎么发愿 让这个世间的 这种色身相位处的布施 转成无上的法位 所以这是非常非常殊胜的 一个功德 把世间有漏的功德呢 转成出世间无漏的功德 那这个是我们在这一段呢 他会教我们 如何随顺所有的因缘 来兼顾我们的善根 让我们的这些善根 所有所做的捐低之善 都能够入一切平等法界 所以如果你不知道 你能够做什么布施 赶快先预习一下 看一看 有一些呢 是你本来就在做的 有一些呢 是你还不会做的 那你去看看呢 以我们的专业 我们在这一生 我们能够做什么布施 然后把那一段呢 再记起来 以后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就照这个内容来发愿 那他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回向文 所以这是今天 所以提示到的两个重点 一个就是赶快把自己呢 栽培成菩萨 我们每天都要来在职训练 第二个呢 我们要来了解 我们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功德无量 那既然功德无量 我们就把这个功德呢 再让它扩大更大的效益 让一切的众生都得到了利益 那这是我们叫做 入一切平等善跟回向的内容 今天的开示致辞 功德圆满 阿弥陀佛 和我们下来的东西 都发愿了 好 好 好